看看第15 汽車在公路上以10公尺每秒的速率直線前進 駕駛發現前方路口的燈號轉為紅燈 經過0.5秒的反應時間開始閃煞車 那汽車車速跟時間的關係是這樣的變化 下列敘述核者正確 我們看A選項 0.5秒的反應時間 車子前進了10公尺 不對,應該是10x0.5 應該是5公尺才對 所以A選項是錯的 這樣看B 從開始煞車到停止 車子滑鞋距離5 那這一塊是不是錯 高毛乘以B 底是1 2 2 沒錯,是5公尺 所以B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C 從開始煞車 後1秒鐘 車速是0才對 所以他說5的話是錯的 這樣看D 從燈號轉為紅燈號 這裡 到汽車完全靜止 車子總共行了這麼多 就是說這兩個位移像這樣 4 ε 4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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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4 4 5 5 谢谢大家